海贼王 山智为何被喷惨? 没战戟且被四位女主婆婆生擒? 这一期海贼王漫画,最惨的一位人物应该就是山智了,不管是从菲亚看,还是证文内容,山智的表现只能用一个词来表现,那就是讽刺。 山智被喷得太惨了,这其实也不能怪网友,都是伟田一手营造出来的,主要是山智没有突出的战绩。 两年前和两年后的山智,一直都逃不过美人关,只要一战斗,就是顾烈的表现,不仅如此,遇到女生更是被活活生擒,所以山智才会被喷得如此之惨。 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山智被擒之路吧。 零妖被卡利法变成肥皂人。 大家还记得卡利法这个女主吧?她是CP9成员之一,也是陆奇的手下,司法岛的守护者。 她也是泡泡果实能力者,只要被她碰一下,身体就会变成滑溜人,没办法站立和丧尸战斗,而山智第一眼看到卡利法就被神身吸引了,因为卡利法的身体堪比纳美,所以山智必然会失去抵抗力,明明有机会干掉卡利法,结果却被卡利法变成了肥皂人,还要纳美出手营救。 真是丢人。 零妖被维奥莱特给秒了。 来到德岛篇,这里因为被民歌的团队给笼罩了,所以整个德岛都处于极度危险的地方,到处都是民歌的沿线,这时候维奥莱特出现了,他受到了民歌的指示,要杠掉山智。 山智就这样给秒了,因为山智看到维奥莱特那一刻,他仿佛看到神仙下凡,太美了。 甚至知道维奥莱特是民歌的人,都愿意被他捉。 零三被布林欺骗。 之后来到万国篇,这里是四皇大妈的地盘,当草帽团疑惑人来到这里,其实就已经中了大妈的圈套。 原本以为布林是一个好女孩,到处帮助草帽团躲避难关。 但没想到的是,布林其实是双重人歌的人,他为了掩盖真正的面目,隐藏了内心邪恶的一面,为了布局捉套帽团,他花费了不少的精力,连山智都被他欺骗了。 如果布林硬胖一点,我估计山智早就凉凉了。 零四被黑色玛丽亚升起。 经过这么多事的山智,他依旧是没有长进,只要是见到美女,就会一股脑地送上自己的怀抱。 不管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,只要死在美女的怀抱中,他就满足了。 他见到黑色玛丽亚也是同样的反应,即便他知道是一个陷阱,也愿意被黑色玛丽亚给生擒,而被抓的山智几乎是没有反抗。 因为黑色玛丽亚太美了,导致了山智没办法下手,所以他就只能被抓。 所以山智的战绩感人,没出色的表现,还被四位女主给生起了,这样的山智能不被喷吗? 相反索隆就不一样了,见人就是妙杀,超行星都不放在眼里,这就看出了两人之间的差距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